有個共識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狗 就是美國狗 其實我這一生是沒有養過狗子養過貓 那Buki是一個野狗被收養的 他超愛點人的 他也是我很好朋友的一隻狗 這次來美國就有一整個禮拜 可以照顧他的一個體驗 分享給大家 Let's go! 墨西哥人應該是L.A.文化族群 最歡樂的一個族群 看就知道了 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Donkey裡面都是糖果 打破大家都開始搶那個糖果 上個禮拜我又請大家給我一些idea 我在L.A.這段時間該拍什麼 那這個Vlog開始之前想回應一下 那些你們提供的idea 首先真的要謝謝大家給我那麼多idea 好像我以後不用創意發想 看你們的留言就好了 那最多人留言的就是 想要看我們日常生活 拍一個Vlog就好了 沒有主題都沒有關係 就比較自然 那其實老實跟大家說 這次到美國跟一年前的放暑假很不一樣 在台灣的時候 接了很多案子 就是有點太多了 變成就是 拍片也覺得有點煩 所以來到了美國 真的一點拍片的意願都沒有 但是 我拍完上一支 看到大家留言 看到大家都 一些positive feedback 就覺得蠻感動的 就很想要 又回到很想要拍片的一種心情 謝謝大家 那第二多的留言是說 我要看你們去吃美食 那我朋友 第一天就帶我們去吃一個最有名的墨西哥餐廳 Anyways 這是我朋友家 他叫做Mike 現在他還有他的家人 全部都飛到紐約 就給我們兩個禮拜 可以好好住他的家 用他冰箱的食物 來把它張自己家就對了 他連車子也都借我們 真的是一個好朋友 這個叫做freeload 中文freeload好像不太會翻譯 如果你們知道他的中文對照 請在下方留言 那當你的朋友那麼大方的 讓你freeload這麼多 你只能自然的想說 能回饋什麼東西 就想說 他們離開的這件時間 我可不可以照顧他們的go Come on Boogie 他一直在等吃飯還有散步 那孩子還在睡覺 那就不等他們囉 Boogie吃飯 夾崩 你看他現在會多興奮 那個 我朋友有出一個照顧狗的表格 每天要遛狗至少兩次 目前非常好玩 發現養狗比我們每天一定要運動 至少每天早上跟晚上都有在散步 剪大便也是一種運動 至少在深蹲 但是剪大便有一點不環保 等一下看看有什麼更好的選擇 他超級不喜歡在這個袋子裡面 你覺得這間會不會比台灣給人的超市還大 有狗狗蜘蛛餐 定時餵食的機器 Cooling Bowl 就是水放進去會保存到涼快 我們需要買這個 但是比我剃的還貴 其實最環保的就是不要剪大便 剪大便的都是塑膠的 都是塑膠的 對 它會自己分解 我們現在到了超市 很多地方美國都可以帶口 但超市可能會有食品安全的問題 幾乎每個餐廳都歡迎導盲圈 類似服務性的狗 但這種娛樂性的狗 就不一定了 要一個一個茶 哪一個餐廳可以帶狗進去呢? 在Google搜尋Dog Friendly Restaurant 那逛這個Santa Monica 就有69個餐廳 至少很多餐廳都有戶外的座位 好,還是go home好了 很小 下午我們要去公共游泳室 那就肯定不能帶你 OK,Bye Boogie Bye Bye Booogie躺在門口 等我們回家 但好像美國人都把狗狗當自己的孩子 只帶兒子跟女兒有一點不公平 You wanna go to the beach? 好可愛 黑一點 南加州只有十幾個海邊 可以允許帶狗 這是最近我們家的 有些地方像Long Beach 就可以不綁狗鏈 這邊就沒辦法 好像他蠻怕水的 把它丟進去看看 你看到你就好高興 太像他主人了 OK,Bye Bye Say bye to the beach 刷一下他的毛 因為明天要跟他長距離遊 不想要他的毛在車上飛來飛去 毛一直散掉一直散掉 Look at that WOW! That was round 2 這孩子每次停下來加油 就要一起下來尿尿喝水 到達目的地會花多一點時間 我們今晚就住我高中朋友家 他在Google工作 最近都是我在照顧 所以很明顯都是我老婆在照顧我們的孩子 所以想趁這個機會 謝謝老婆 我們也趁這個機會 看一下Silicon Valley的豪宅 你看 這不是我們家 Let's go 這個人好命 狗也好命的地方 叫做Mountain View 是不是因為幾乎每個家的後院 都是一個山景 這幾天跟狗哥一起吃飯 不是上網查 就是要選有戶外的餐廳 這次都沒有跟我孩子自拍 反正他們也不喜歡拍照 其實重點是 希望給狗哥一個很難忘的週末 把他當作自己孩子 就是美國狗的狗命 今天要來這邊 Monterey Bay的一個很棒的水族館 但很可惜 只有兩個孩子可以進去 第三個孩子 Boogie小狗不能進去 我要換進哪裡 就是有一個人要幫我們照顧狗 但還好有一個APP叫做Rover 他有點像給狗用的Airbnb 我們就在這附近找一個家 把他放在那邊 四個小時後就可以來接他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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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APP對我們來說蠻方便的 但希望 跟其他狗合得來 我們三四個小時一個來接他 我們都還沒進去 他已經是我一生去過最美麗的水族館 我們是故意禮拜一來的 你看人還是這麼多 他那麼豹滿 我們看完了 好不好玩 好玩 就這邊很貴啊 連停車費都要台幣快一千塊 才是客滿 今天下午玩得很高興 不知道Boogie過得怎麼樣 家裏 弟子 嗨 對了 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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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北加州開到南加州需要六個小時 原本要在中間停一晚 但狗狗可以住的飯店都客滿了 只好熬夜開到家 帶狗出去旅遊結論是 它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但沒有孩子那麼麻煩 不過愛本來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來吧